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周众议员金对锡办公室 联合皇后区公共图书馆 法拉盛分馆和赞助单位 在今天下午宣布 将与本周五举行返校同乐日活动 周众议员金对锡表示 本次返校同乐日活动 将免费发放一千份书包和文具 希望能够借此关怀和回馈社区 帮助中低收入的学生家庭 皇后区公共图书馆 法拉盛分馆副馆长和赞助单位代表 也分别发言 返校同乐日活动将于8月23日 本周五下午2点到4点 在法拉盛图书馆地下层AB会议室举行 届时将发放一千份返校赠品 4到18岁在校学生均可前往林区 幼小儿童必须由家长陪同 因为礼品数量有限 活动将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 直至返校礼品怎完为止 话语电视记者戴正平 陈一新采访报道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日前在法拉盛 举行第36届年会 上百位来自全美各地的会员 齐聚一堂 新任台湾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 陆委会副主任张显耀 新竹市长许明才等嘉宾都亲自出席大会演讲 与会者也就侨务工作 两岸关系及海外侨胞关心的议题 进行热烈讨论 并进行了新旧会长的交接典礼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17号在法拉盛举行了第36届年会 包括台湾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 行政院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张显耀 新竹市长许明才 以及立法委员王玉敏 郑汝芬 邱文彦 杨立环等嘉宾 都远从台湾到纽约参加年会 纽约市主记长刘淳毅 市议员顾雅明和周仲元金对席等民选官员 都亲自出席年会 并向防台地 吴陈远年会筹备会主任委员 李建一等人颁发了表扬状 正在竞选纽约市长的市主记长刘淳毅 也在摆忙之中出席年会致辞 他也介绍了主记长的工作 以及台湾移民对法拉盛地区发展的重要贡献 刘淳毅等发言也获得了在场人士的热烈回忆相遇支持 娱惑者并高呼动算 狐狸他的竞选成功 专程到纽约出席年会的新任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 除了出席年会之外 17号也特别与纽约华文媒体举行面对面的讨论会 回答提问 并拜访大纽约客家会 出席北美屏东乡亲会新会所落成典礼等 众多的拜会活动 陈世奎表示 要用真诚的服务精神来争取巧舍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呢我也特别跟他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以这个服务来争取这个侨心 那么我们要理念呢来争取这个认同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说 我这样的一个心意呢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了解 我想我们以后一定要加强服务 出席年会的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也强调 两岸关系的未来要靠下一代年轻人的沟通和交流 并针对有关在台陆生纳入健保 大陆配偶在台四年拿身份证 以及两岸互设办事处的立法过程 都将力争在年底完成 而在年会的晚员上 主办方还进行了新旧会长的交绝典礼 新会长吴成元表示 将团结各分会力量 积极和政府有关单位协商 择而实现海外侨胞在总统大选时 已不在即投票 年会上并对现任会长房台地颁发了感谢状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策访报道 台湾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万梅率领的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 将在19日晚间在法拉盛演出客家大戏鸳鸯榜 大纽约客家会众多相亲 在法拉盛举行盛大的活动 欢迎客家剧团代表团成员 并邀请社区人士和相亲一起前往观赏 共襄盛举 欢迎晚宴 18号晚间在法拉盛举行 大纽约客家会会长黄开荣 和会长彭基辅 驻纽约经文处副处长范国书 中和公所主席五国基等社区侨领 200多人到场十分热闹 客委会副主委中万梅 感谢侨胞的热情欢迎 并说明荣兴客家剧团 此行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纽约 芝加哥华盛顿 旧金山等地演出 希望与海外相亲联谊 介绍客家文化 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相亲 互相的联系交流 以及学习我们台湾客家之美 去介绍团长郑荣兴为50年代 客家采茶系名林郑美妹的孙子 在1986年重组剧团更名为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 承袭了客家戏曲9枪18调的基本原则 呈现客家戏曲艺术的丰富与多样性 团长郑荣兴也介绍 约阳榜是以爱情为主咒 用客家删歌和鲤语表达 现场将配中英文字幕 副主委中外媒也表示 台湾将于11月19号 在台北举行全球客家恳亲大会 并在今年底 在台北南港世贸中心 举行客家产业补览会 欢迎海外客家乡亲 踊跃出席 华一天是记者 任天纽约采访王岛 再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第三届洛杉矶桌球公开赛 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 新上任的主席莫大军说 随着两届成功的邀请 世界好手跟高额的奖金 赛事已经凌驾美国公开赛 成为全国之罪 于是今年将移师到 巴沙迪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新的场地可以容纳3000人以上 并摆放30张比赛规格的大型球桌 另有3000个停车位 这次2013年LA Open举办 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推动乒乓球赛 然后进入主流媒体 然后变成一个很蓬活的运动 今天是第三届了 那么在各位各方面的支持下 那么我们这次筹备各方面工作 进行的都很顺利 那么同时我借这个机会 感谢各单位的支持跟配合 曾代表美国参加三届奥运的 桌球好手高军 说明了这一次的比赛 好手云集 精彩可骑 比赛我们有请到了2004年的 南丹奥运冠军柳成敏 还有包括去年的LA Open冠军 这个德国的Oltra Roof 然后还有今年US Open的冠军 这个加拿大的王真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本土的 就是洛杉矶的代表美国 打了去年奥运的这个Erika Wu 还有这个Timothy Wang 都是比较就是说很有竞争力的 如果您的子女对桌球运动有兴趣 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帮助他们 更进一步呢 高军在这一方面也有相当的建言 那就是小孩子打球 其实主要还是要这个家里的 这个支持 那小孩子喜欢打 家里就多多支持 不要让他们说 哎呀这个不行啊这样的 就是鼓励他们参与这样的 这个活动 因为乒乓在世界上面 真的是是挺好的一个运动 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 终身的运动来享受 即便你没有取得什么很辉煌的成绩 但是也这个也是一个你的技能 那作为你以后去出去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或者今后你年龄大了以后 你作为一个健身的东西都是很好的 今年的洛杉矶桌球公开赛 已经超越了美国公开赛 不单是观看比赛人数 胜过今年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数量 与会的选手也是国际大赛的名人 其中也有美国代表队的成员 还有高达1万元的男子冠军奖金等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